4月15日 苏丹首都喀铜木及多地爆发武装部队间的冲突 当地安全形势严峻 外交部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指导驻苏丹使馆全力保护在苏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驻苏丹使馆向在苏中国公民发出安全提示 联系在苏的中资机构 核实中方人员机构安全情况 指导加强防范 并向有需求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鉴于苏丹当前形势 外交部和驻苏丹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暂物前往苏丹 请已在苏公民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不要外出 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 同时尽快向使馆报备个人信息 如遇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并与驻苏丹使馆联系求助 获西·卡托木大学孔子学院两名教师 被困的消息后 驻苏丹使馆第一时间应急处置 与苏丹相关方面密切沟通协调 目前两人已脱协 并转移至相关安全区域 外交部和驻苏丹使馆 将继续跟踪当地形势发展 全力维护在苏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